各位学员大家好 继续来学习最后一讲 日后事项 那这讲的内容呢 应该是我们整个先修班里面 比较简单的一讲了 但是呢 日后事项在考虑当中 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一个就是在选择题里面呢 可能直接问我们 下列属于日后调整事项的事 或者日后非调整事项的事 所以这块需要我们提前掌握 那么另外就是 对于日后调整事项 具体的快捷处理方法 我们也经常会考选择题 而且只要考了一般情况下 也会结合我们前面的 像什么存货减值 像收入的确认与计量等等 结合这些章节一块来出题 所以那重要性也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主要讲三个问题啊 第一是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该数 那第二就是 日后调整事项的处理原则 那么这块呢 是一个重点内容 因为日后事项呢 我们分两类 一类是日后调整事项 一类是非调整事项 那么对于调整事项 我们怎么去调 那么主要就是调 账务处理那一块 那这是一关键 然后最后就是啊 我们举几个例子 大家看一看 在不同情况下 那么日后调整事项 我们具体该怎么处理 先看第一个问题 概述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是指资产负债表日 至财务报告 批准报出日之间 发生的有利或不利事项 那么首先确定好了 那么哪些是日后事项 这个日后指的是什么 这个日指的是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知道这个资产负债表日 指的就是啊 期末 对吧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指的是会计年度末 就是12月31日 也就是说从这天往后 我们要把我们的财务报告 然后编出来 编完之后呢 要对外公布 对外包送 然后这段时间 发生的这些事项 我们就叫日后事项 而这些事项呢 它有些对企业来说是有利的 有些呢 是不利的 那不管是有利的 或者不利的 都属于日后事项 好 相看第一个 资产负债表日 它是指会计年度末 和会计中期期末 在我们中期里面 是一道题目 基本上都是会计年度末 就12月31日那一天 那第二 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那么对于公司制企业 它的财务报告 批准报出日是指 董事会批准财务报告 报出日期 而非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日期 也不是出财务师 出具审计报告的日期 这番注意啊 所谓的批准报出日 指的是董事会 批准报出日期 别的没关系 什么审计日期啊 什么审议日期啊 都没关系啊 就是董事会 批准报出日期 那么第二 非公司制企业的财务报告 批准报出日是指 经理或参加会议 或者类似机构批准财务报告 报出的日期 这个批准报出 是不是说就报出 就要报出那天啊 不是 别搞错了啊 第三 资产负债表日务事项 包括了有利和不利事项 那资产负债表日务事项 如果是属于调整事项 就不管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我们都得进行处理 并且要调报告年度 或报告中期的财务报表 那什么叫报告年度呢 假设 2019年财务报告 应该是从2020年 1月1日 到2020年的4月30日 这段时间去报出 这是我们法律规定的时间 假设呢 我在2020年 4月10日 批准报出了 注意是批准报出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段时间 2020年1月1日 到2020年4月10日 这段时间 就属于日后期间 日后期间 那么在这段时间 如果发生了一些事了 这叫日后事项 这些事 如果对2019年的财务报表 有影响的话 那我们就得调什么 调2019年的报表 所以这地方注意 2019年指的是报告年度 就是我这个出的财务报告 批准报出的财务报告 所反映的年度 就叫报告年度 那么对于2020年 我们怎么称呼啊 叫本年度 这门别搞错了啊 所以报告年度 指的是上一年 而本年度指的才是 今年2020年 这一点别搞错了 那么如果是属于 非常有事项 对有利或不利事项 均应在年度报告 或中期报告的 辅助中披露 也就是调整事项 我们得调 2019年的财务报告 如果是非常有事项 那就不用调了 既然是非调整嘛 那就不需要调 不需要调 但是它影响比较大 所以我必须在 辅助当中披露 也就是说 要在2019年 辅助里面去披露 另外为什么要调 2019年的财务报告 因为2019年财务报告 是2020年4月4 批准报出的 意思就是 有没有报出 还没有报出 所以在这段时间 发生的事项 我们来得及去修改 那既然来得及去修改 那就改一改再报出嘛 那在之后 比如说报出了 4月20日报出了 之后再发生一些事项了 那个呢 就不属于日后事项了 那个就不能再去调 2019年报告了 为什么 因为报告已经爆出去了 你再调没法调了 第四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 不是在这个特定 经验内发生的 全部事项 那就说 是不是说 在资产时间方的事项 都属于日后事项的 哎 不是 那么什么叫日后事项 什么叫非日后事项 很简单 我们继续看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 不是在这个特定期间内 发生的全部事项 而是与资产负债表 日存在状况有关的事项 或者虽与资产负债表 日存在状况无关 但是对企业财务状况 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这边呢 其实就说了两种 如果是与资产负债表 存在状况有关的事项 这属于啊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那么如果 与资产负债表 是存在状况没有关系 但是 对企业财务状况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这些是属于非调整事项 那就说 不是说 所有事项 都属于日后事项 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这两条件呢 满足任何一个就可以啊 要么又 要么是与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状况有关 要么就是虽然没有关系 但是 对企业财务状况 具有的影响 满足任何一个 就说明它是日后事项 我们举例子啊 假设呢 昨天晚上 我儿子有点咳嗽 那一般认为咳嗽了 是不是可能感冒了 但我觉得呢 他经常闲着没事就咳嗽 比如说枪到了 喝水枪到了 吃东西吃的不好 可能咳嗽一下 那我也没大回事 我认为没有感冒 结果今天早上起来看 那大脾气吭吱吱吱的 一直在往下流 那这就决定 感冒了 是不是 那这种感冒怎么办 哎呀我就后悔啊 昨天晚上忘了给他吃 感冒充气了 是不是 昨天晚上如果吃了 一下压下去了就没事了 那昨天晚上因为没吃 所以导致今天感冒加重了 对吧 那你看 我今天我要怎么办 我要给他吃药 一方面 我要把昨天晚上没吃的药 给他吃下去 然后再把今天该吃的药 再给他吃了 这就是日后调整事项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感冒了 是与昨天晚上存在状况有关的 我为什么给他 把昨天晚上的药也吃了 就因为我要调 把昨天晚上的事 给他调 纠正过来 我昨天晚上没有吃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 再给他补上了 那我们所谓的调整事项 要调报表日 也是这个意思 好 第二个问题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 涵盖期间 这个期间呢 其实我们刚才说过了 从资产负债表日 到财务报告批准 报出日之间 对不对 那么具体 资产负债表日那天算不算 还有批准报出日那天 算不算 我们这边有标准答案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盖期间是 自资产负债表日 次日起 至财务报告 批准报出日之的一段时间 资产负债表日 是12月31日 假设是19年 这是资产负债表日 从次日 这不就是20年的1月1日啊 从这点开始算 然后假设批准报出日 是4月10日 那就是20年的4月10日 也就是说 资产负债表日当天 是不算的 从次日开始算 而批准报出日这天算不算 算 这好理解吧 所以这段时间 就是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涵盖的期间 看例题 假设计公司 2018年的年度财务报告 于2019年3月20日 编制完成 这是编制完成了 是不是说批准报出了 没有 注册会计师完成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 并签署审计报告时间 是4月15日 董事会批准对外公布的日期是 4月17日 财务报告实际报出日期是 4月21日 股仲大会召开日期是 5月12日 这边设计很多日期 对吧 那你不用管那么多 就着一个 就是董事会批准报出日 4月17日 所以应该是 2009年1月1日到4月17日 这个就是日后事项涵盖期间 这个简单 第三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内容 那么刚才说过了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呢 包括了两类 一类是日后调整事项 一类是日后非调整事项 那么调整非调整 什么区别啊 第一就是 调整事项 我们要调上年 就是报告年度的调报表 因为还没有报出嘛 来一集调我就调 非调整事项呢 就是不用调上年财务报表 只需要在付诸中说明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到底怎么样去区分 日后调整事项 与非调整事项呢 很简单 刚才说过了 就是与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状况有没有关系 如果与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状况有关系 那就是日后调整事项 如果没有关系 那就是非调整事项 对吧 好了看例子啊 那么这地方呢 是考试经常会考的一群的题 就是到底哪些是调整 哪些非调整 考试当中经常会在选择题出现 第一条件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是指对资产负债表日 已经存在的状况 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证据的事项 这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 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了 或者说上年年末 这个事儿已经存在了 但是在任务期间呢 我提供了新的证据了 提供这种新的证据 那我就要去调整相关上年的报表 是不是 所以啊 调整事项 最大的区别就是 与资产负债表日到底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 那就是调整事项 没有 就是非调整事项 那么调整事项特点 第一是 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 资产负债表日后 得到证实 就这个事儿已经存在了 只不过以后在任务期间 我证实这件事儿了 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个感冒那个事儿 它一开始存在咳嗽症状 是不是 但是不确定是感冒还是没感冒 但是在第二天 诶 证实了 的确感冒了 很明显这个事儿 是与昨天晚上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它存在状况是有关系的 对吧 那么第二个点是 对安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 编制的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这个事项 与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状况有关系 并且会产生重大影响 这是它的特点 两个啊 第一是 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有关 第二 对资产负债表日 编制的报表 存在重大影响 那么如果没有什么重大影响 你说我需要是重新去调嘛 不需要 我们有重要的原则嘛 是不是 如果不是很重要 就一块钱两块钱 无所谓了 那就不用调了 然后资产负债表日后挑入事项 通常包括以下事项 注意下面都是日后挑入事项 需要每一个的时候呢 我们都去对照这两个啊 看它是否符合这两个特点 第一 资产负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 法院判决证实了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 已经存在现实义务 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 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余负债 或确认一项新负债 这什么意思呢 是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内 诉讼案件结案了 比如说 在19年 人家起诉我了 然后19年12月31日 我认为我很可能败诉 注意是很可能败诉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确认了一个预计负债 是20万 19年12月31日 我确认预计负债 20万 那么很明显 在资产负债表日 已经存在现实义务了 那就是我认为 我很可能赔人家20万吧 这不就存在一种现实义务吗 但是到2020年的3月时 假设这个时间是在日后期间 法院判决下来了 判我赔了30万 那你看 我原来是确认了20万 现在法院判决下来了 判我赔30万 那你说 我是不是要调整原确认的 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预计负债 或者确认为一项新负债 是吧 我要调啊 我肯定要调啊 那怎么去调 分量的情况 要么就是你服 要么就是你不服 如果服了 你要赔钱 要赔30万 是吧 那赔30万怎么办 原来我这20万 记不到预计负债的 现在既然法院已经判了30万了 那我就不能叫预计负债了 叫其他应付款 这是不是就是确认了一项新的负债 对吧 那么如果不服 我要上诉 上诉的话 那经过我的律师来判断 哎呀 可能20万少点了 30万多点了 那25万比较合适 也就是说 我原来我去那年底 我认为能赔20万 那法院判断下来之后呢 我认为可能赔25万 这时候 我原来确认的预计负债 是不是就少了5万 那我就要增加预计负债 5万块钱 这就是调整原先确认的预计负债 明白了 要不就是服了 我直接去把预计负债 转到现在已经付款就可以了 那确认一下新负债了 如果不服 我要重新估计 我到底该赔多少钱 如果原估计不一样了 那我就要调整 原确认的预计负债 这是第一条 那你看 它有没有符合前面我们所说的两条件 符合吧 第一 在资产负债表日 这个事儿已经存在了 那么第二 判断下来之后 对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状况 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影响 你当时任务赔20万 发言判断下来之后呢 赔30万 多了10万块钱啊 肯定是有重大影响的 好 第二 资产负债表日后 取得确凿证据 表明某项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日 发生了减值 或者需要调整 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 这什么意思啊 假设 在去年末 我认为 减值了20万 这是肯定是有证据证明 然后我确认20万减值 对不对 但后来 到了资产负债表日后了 到日后期间了 然后有更好的证据证明了 比如说这个 对方相关破产了 那我认为20万 我远远不够啊 我要 确认50万的减值 就50万减值准备 就是我认为这个钱 可能50万不能还我了 那原来确认20万够不够 不够 我要确认50万 那我要再增加 30万的减值 所以这样的话 就需要调整 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 这没问题吧 很明显 这也是不是也是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有关系的 现在我调了 好 第三 资产负债表日后进一步确定了资产负债表日前购入资产的成本 或者售出资产的收入 比如说退货 原来我卖的时候 我认为不会退货 或者说我预计退货率是0 而到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 人家退货了 这时候是不是就是要调整原先售出资产的收入啊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我以前购入资产成本 比如说我原来确认是100万 后来我发现100万多了或者少了 反正发生变动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说明我当时购入资产成本 确认的不是特别准确 这时候我又要去调 你看这几个是不是都属于啊 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有关系的 还有第四个 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现了财务报表舞弊或差错 那么这是原本财务报表在做的时候 就有差错或者舞弊 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了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错误或者舞弊了 然后再去调 是吧 也是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有关系 好了 这次项就是日后调整之项 一定要注意选择题啊 好看例题 假公司因产品质量问题被客户起诉 2018年12月31日人民法院尚未判决 到年末了还没有判 考虑到客户胜诉要求假公司赔偿可能性较大 假公司为此确认了300万的余付债 也就是说到2018年年末 法院还没有判 这时候我也想一想 那我败诉可能性大还是小啊 我认为很大 那很大就要赔钱 我认为能赔多少钱 假设我认为能赔300万 这时候在2018年末 我就确认了300万的余付债 那翻译是借营业外之初 再余余付债 也说我认为未来很可能 判斌下来之后呢 我要赔人家300万 然后到2019年2月25日 在假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批准 报出日之前 既然是之前 说明是属于日后事项涵盖期间 然后人民法院判决客户申诉 要求支付赔偿款600万 那很明显 这属于日后调整事项 属于 这属于自然负债表日诉讼案件 在日后期间结案了 那它肯定是以自然负债表日 存在状况是有关系的 那么另外呢 这边赔600万 如果服了 我该怎么办 一方面 把预计负债300万 以及再确认300万的 营业外之初 一起转到其他应付款 就确认一项新的负债 其他应付款 如果不服 我要重新估计 我要赔多少钱 假设我不服 我重新估计400万 那么这样的话 原来300万就预计负债了 现在我认为能赔400万 那我要再增加100万的预计负债 这就是调整原先确认的预计负债 这种题目考的非常非常多 对于它的快处理 一定要牢牢掌握 好了解析 解析我们就不看了 刚才已经说过了 好第二 非常有实相 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情况的实相 这个事和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是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新发生的事 这个事 它和2019年 就上一年没有关系 完全是属于2020年的业务 所以叫非调整实相 资产负债表日 日后调整非调整实相 虽然不影响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情况 但不加以说明 将会影响财务报告省政 做出正确估计和决策 也就是说 这个非调整实相 虽然对我们上一年的财务报表 没有太大的联系 但是 它的影响却比较大 也就是如果不说明 会影响我们的财务报告使用者 做出正确的决策 然后非调整实相 包括哪些 第一 日后发生重大诉讼仲裁承诺 注意这边 重大诉讼仲裁 是在日后期间发生的 它不是上年发生 今年结案的 注意啊 上年人家起诉了 今年日后期间结案了 这属于调整实相 如果上年没有 人家今年起诉了 那就是属于今年的事 是不是 第二 资产负债表日后 资产价格 税收政策 外汇汇率发生重大变化 这些 都是今年新发生的事 和去年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啊 第三 资产负债表日后 因自然灾害导致资产发生重大损失 这是因自然灾害导致的 这个资产灾害和去年又没关系啊 没关系 是今年新发生的 还有资产负债表日后 发行股票和债券 以及其他巨额决债 资产负债表日后 资本攻击转增资本 资产负债表日后 发生巨额亏损 还有发生企业合并或处置等公司 资产负债表日后 企业利润分配方案中 你分配的 以及经审议批准 宣告发布的股利 或者是利润 也就是说 这都是日后新发生的事项 和上一年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好了 这些注意选择题啊 第三个问题 调整事项 与非调整事项的区别 刚说过了 这个调整事项 一定是与资产负债表日的 存在状况有关系的 而非调整事项 与资产负债表存在状况 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但是它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所以必须要说明 那资产负债表日后 发生的某一事项 到底是调整还是非调整 具体于该事项表明的情况 在资产负债表日 或资产负债表日以前 是否存在 如果已经存在了 那就是调整事项 如果不存在 那就是非调整事项 这个比较好理解啊 对调整事项 我们就要调报表 而非调整事项呢 我们就在复注里面说明 好了看例题 假公司2018年11月 向乙公司出售原材料3000万元 根据销入合同 乙公司应在收到原材料 后三个月内付款 至2018年12月31日 这是11月卖的 三个月付款 1212到第二年2月份 对不对 然后18年年末了 还没有付款 假定假公司在编制 2018年度财务报告时 有两种情况 2018年12月31日 假公司根据掌握的资料判断 乙公司有可能破产清算 估计该应用账款将有30% 无法收回 过完30%比例 即提花上准备 也就是说在2018年12月31日 按照多少 3000万乘以30% 即提了坏账准备了 再到19年11月时 假公司收到通知 乙公司已经被宣告破产清算 这不就是证实了资产负债表日的状况了吗 那么这样的话 我肯定要调整原确认的货外账准备 原来我还30%确认的 因为当时证据不充分 而现在真的是证据充分了 那我就要调原来确认的账准备 原来不是提了 3000乘以30%是900万 对不对 现在我认为70%无法收回 那就要确认3000乘以70% 2100的坏账准备 原来确认900 现在确认应该确认2100 那差额 继续确认坏账准备就可以了 对吧 要确认多少 2100-900 等于1200 那就是我再确认1200的坏账准备 就行了 很明显这是一个日后调整事项 对吧 好了解析呢 我们就不再看了 刚说过了 反正就是最终结果就是 这个事项是属于调整事项 那么第二 2018年12月31日 乙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甲公司预计呢 该应收账款可按时收回 然后2019年1月10 乙公司遭受重大血灾 导致甲公司60%的应用账款 无法收回 2019年3月10 甲公司财务报告 经批准对外公布 那么你看啊 这个乙公司遭受重大血灾 这个事和2018年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对吧 那么虽然这个钱 我一开始预计 他能收回来 后来预计收不回来了 但是你收不回来这个事 和资产负借表日存在状况 没有关系 因为我为什么收不回来了 因为是 你公司遭受重大血灾了 因为这个原因 才导致我应收账款 可能收不回来 所以 重大血灾这个事 和2018年年末 资产负借表日存在状况 又没关系啊 没关系 所以这个事是属于 非调整事项 要理解啊 好了 下一题 假公司2017年财务报告 批准爆出日为 2018年3月20日 属于资产负借表 日后调整事项的事 那么整个的日务事项 很开期间 应该是从1月1日 到3月20 对吧 这段时间 才可能叫日后调整事项 那第一个 3月9日公布资本攻击转资本 这个是属于日后 非调整事项 是吧 刚才我们列表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啊 2月10日 外汇汇率发生重大变化 这非调整 18年1月5日 地震造成重大财势损失 因地震 因自然灾害 造成重大损失 这个地震 和2017年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所以也是非调整 2018年2月20日 发现上年度重大快查错 这很明显 我上年度做错了 现在发现了 我肯定是要去调的 所以它是与资产负债本日 存在状况有关系的 而这个就是答案 答案选递 好了 第二个问题 日后调整事项的处理原则 对于非调整事项 这不用说了 就是调 去在付诸里面说明就可以了 不需要调报表 主要就是调整事项 我们怎么去调 企业发生的资产负债表 日后调整事项 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日的 财务报表 也就是说调报告年度的 财务报表 具体怎么调 那么如果 我调整的这些账户处理 涉及损益了 刚说过了 我要调报表 是不是 可能要调整 我当时确认的 什么预计负债啊 或者确认一项新负债 都会做相应的账户处理 那么我做这些账户处理里面 如果涉及到损益了 要注意 要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来核算 为什么通过它来核算 你看啊 以前年度损益的调整 意思就是啊 我要调以前年度报表里面的损益 那这是一个专门的科目 所以必须通过这个科目来调整 以前就损益调整 然后再转入到利润分配 为什么利润 因为上年年末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损益类的账户余额 都转入到利润了 然后低于利润进入分配完了之后呢 最终的利润进入到了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了 是不是 所以 谁到损益了 它会影响利润 然后它会影响未分配利润和盈云攻击 所以 先进入到 以前就损益调整 最后再去转入到利润分配和 利润分配和这个盈云攻击 就可以了 你就想想 我们期末利润怎么调的 先把损益转入到 损益利润 再转利润分配 然后再去分配 什么提盈云攻击 分配鼓励 剩余的叫 无畏分配利润 也就是我们今年的损益类 最终去哪了 都进入到了盈云攻击和 无畏分配利润了 那么既然是我要挑 以前的损益 先进入这个科目 然后 再把它放到最终归宿里面 利润分配和盈云攻击就行了 第二 涉及利润分配的调整 直接在利润分配 无畏分配利润科目 核算 比如说利润分配 后面有好几个盈云攻击 那么提取云攻击 分配现金鼓励 获利润等等这些的 那么这些 最终我们在期末的时候 把这些盈云科目余额 是不是都转到了 未分配利润 这个盈云科目里面了 所以 既然人家以前 都已经转过来了 你现在涉及到 利润分配调整了 那么直接 把它进入到 未分配利润 这个盈云科目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通过 什么利润分配 提及盈云攻击 分配现金鼓励 不需要通过 别的盈云科目来调算了 直接进入到 最终的归宿里面 然后不涉及到 损益的 即利润分配的 那直接调相关科目 例如 涉及到预计负债的 我们直接调预计负债 涉及到现金付款的 直接调其他 赢付款就行了 好了 这是具体的原则 好 然后提这个问题 那么需要调整的财务报表 包括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和所有的全面诺表 注意不包括什么呢 一个是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货币资金项目 也不包括 现金流量表的正表 那为什么呢 这个货币资金项目 你不能调 因为一旦调了之后 它就会和我们期末 我们持有数不符 比如说洋葱帅里面 假如有100万 你如果说到日务实际上去调了 那调了账之后 账上数据和事有数不就不符了吗 所以这块不能调 另外 现金流量表 核算的是我们现金 它里面编织内容 是反映我们现金 以及现金怎样物的 流入离出情况 那么它用的是收付实践值 也就是说 我们企业里面 现金有多少 得清清楚楚的写出来 报表和事有数 也得核对无物才行 那如果你调了 那不好意思 你账面数 事有数又不一致了 所以对于货币资金 和现金流量表的证表 注意我们是不调的 前方注意啊 不调 因为一旦调了 账面数和事有数就不一致了 所以这个不能调 好了第三个问题 日后调整实际上 具体的快速处理方法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通过例子的方式 来把刚才所讲的 日后调整实际上 具体怎么进行快速处理 我们带看一看 那本章 所有例子均假定如下 第一 财务报告 批准报出日是四年 331日 也就是说 日后调整实际上 涵盖期间 是1月1日到3月31日 然后第二 均不考虑所得税因素 因为日后调整实际上 虽然说难度不大 但是如果考虑所得税的话 还是稍微有点难度的 在我们先究办里面呢 暂时我们都不考虑所得税的事啊 第三 按净利润10% 提法定运功机 那提取法定运功机之后 不再做其他分配 也说不要去分鼓励了 也不要提认运运功机了 直接剩余的 都是啊 无畏分配利润 第四 不考虑报备付出中 有关心经流量表项目的数字 那就是不用去调心经流量表 好了 这是一些假设啊 然后我们看第一个 资产负债表 日后诉讼案件结案 人民法院判决 证实了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 已经存在前置义务 需要调整 原先确认的 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预计负债 或者确认一项新负债 那么这个呢 具体快据处理原则 我前面说过了 如果你不服 你不服就要上诉 对不对 上诉的话 我是不是要调整 原先确认的预计负债啊 那么如果不上诉 我认怂了 法院说判我赔多少 那我就把原来的预计负债 再转到其他应付款就可以了 注意啊 一定要先准一下应付款 然后再去啊 付钱 计算题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项销售合同 约定假公司应在2018年8月 向乙公司交付A产品3000件 但假公司呢 未按合同发货 并支持乙公司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你没有按照规定合同发货 导致人家出现损失了 那不好意思 你得赔 是不是 然后18年11月 乙公司将假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假公司赔偿900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人民法院尚未判决 假公司对该诉讼案件 确认预计负债600万元 乙公司未确认应收赔偿款 也就是说 假公司认为啊 我肯定是要输的 我如果输了 那我很可能赔600万 这时候在18年12月31日 我就得确认预计负债600 然后到19年2月8日 新人民法院判决假公司 应赔偿几公司800万 当时我预计600 在2月8日 是不是属于日后事项 看看期间啊 法院判决赔800 这是一个日后跳入事项 双方服从判决 既然服从判决 一方面把原先确认的600 以及新增的200 都转入到其他应付款 是不是开了啊 然后当时呢 假公司 相应公司支付了赔偿款800 即使当时支付的 我们也必须先把它记录到 其他应付款 然后再去支付 那这开发了怎么写 18年12月3日 借营业完之初600 待预计负债600 这是啊 你合同违约了 这不是你日常活动产生的 所以啊 我们要记录到营业完之初 同时记录到预计负债 因为这个600 是我们预计很可能发生的赔款 所以先记录到预计负债 我想多问一句啊 那请问我们前面 什么地方还学过一个预计负债 而且很重要 你还有印象吗 就是在收入那张 我们讲富有销售推亏 条款销售的时候 如果预计要推10% 那么10%所对用的收入 我们就要记录到预计负债 还有印象吗 然后19年2月8日 假公司账户处理出项 先记录支付的赔偿款 那就是把预计负债 和少那部分 200和600 合起来一起记录到 其他应付款 对不对 应该是 再写一个 盈业外负债200 那借盈业外负债200 预计负债600 贷钱应付款800 这没问题吧 就是我再确认200的盈业外负债出 原来确认600确认少了 是不是 反映配了盘默 我配了800 我应该再确认200的盈业外负债出 但是盈业外负债出 是属于什么 属于损益类的 所以啊 直接把损益类的这个 替换成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就可以了 我们前面在讲合并报表时 如果今年抵消上年的相关的业务的时候 我们是把上年所设计的这些损益类 替换成什么 替换成未分配利润年初 还记得吧 那个是替换成未分配利润 这个是替换成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然后整个相应付款是800 这个800里面包括前面确认的余负债600 还有我们重新确认的盈业外负债出200 然后当时把钱给了 这些是借钱于付款800 代价通款800 就行了 好了 这个题目改一改啊 如果是他不服 2月8日呢 发言判了800 我不服 我重新估计 可能 很可能 要赔700 那你说怎么办 这时候呢 我要调整原确认的余负债 对不对 原来我不是确认了600吗 现在我认为会有700 那就再写一个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00 代余负债100 这就行了 只不过这个英文是出 你不能写英文是出了啊 你要写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00 那两个合起来 不正好是700吗 没问题吧 再注意上诉和不上诉 两种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再提另一个问题啊 资产负债表 肉实相 如果涉及到现金收支项目 均不调整 报告年度 资产负债表的货币资金 和现金领域表 各项目数字 刚刚说过了 货币资金不调 现金领域表也不调 那么本例中 虽然已经支付了赔偿款 但在调整快据报表现金数字时 只需调整第一笔分路 第二笔分路 作为2019年的快据事项来处理 什么意思呢 这边有两笔分路 一 二 我们调上年报表时 注意 只调第一笔分路 第二笔分路 涉及到银行通款了 那这个就不用调了 这笔业务 就作为我们2019年 就今年新发生的业务就可以了 因为一旦是你调了 那就和银行通款持有数 就不一致了 所以这块不能调 那么总结一下 即对于肉条路实际下 不不能调整 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中的 货币资金项目 及现金领域表项目 这个不能调 好 第二 以前就算调整 前面已经可以了 那么别忘了 我们最后呢 还要去调什么 调未分配利润呢 是不是 然后再把1900存移调整 再去转入到未分配利润 还有业余公积 那这个怎么转 我们看一下啊 前面 1900存移调整 余额再借方200 当然这个业务里面 只剩下的一个 那如果考虑所得税的话 那么可能还可能会有 代方的1900存移调整 如果业务量比较多的话 还可能会有好几个 1900存移调整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余额调出来 这个业务呢 比较简单 只有一个 对吧 所以我们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以前年度存移调整 只有在借方 一个余额200 那么在借方余额200 我们要把它转出去 转到未分配利润 那你说放到贷方转 借方转啊 放到贷方转 就可以了 所以应该是贷 1900存移调整 200 然后前面我们一开始就说过了 企业呢 是按照10% 银行公鸡 所以200% 记录到银行公鸡 剩余90% 记录到利润分配 无为分配利润 就行了 这个不难理解吧 好的第二 2019年2月8日 以公司这样处理就这样 刚才我们讲的是 假公司 是备告 我们这样做的 以公司呢 你说 假公司呢 在12月 就是18年 12月31日 他做了一笔 借营业完整出600 代于一负债600 是这样做的吧 他为什么这样写 为什么 房价还没判 判我赔 我就必须把 预计负债写出来 这也是遵循了 谨慎性要求 是不是 我不能低估 我的负债和费用啊 对吧 那么你说 对于以公司 原告 他在12月31日 要不要 确认一个 期待应收款 600 要不要确认 注意不要确认 为什么 因为人家到底 赔你600 还是赔你800 还是赔你200 还是一方不赔 你还不确定 是不是 你还不确定 所以你如果写了 签计收款了 那么你就高估资产了 所以这番注意啊 我们对被告来说 在一般的年末 我的确 是要确认预计负债的 这是不能低估 负债或费用的要求 但是对于原告来说 你在一般的年末 你不能说 对方可能要赔我600万 所以我记住 签计收款 写600万 不行 我不能写 什么才能作账 直到法院判决下来了 就是19年的2月8日 法院判决下来了 我再写签计收款 借签计收款 带的是 一人一万收入 这个赔款 对于被告来说 叫一万之出 对于原告来说 它是一万收入 对吧 800 然后呢 收到钱了 借银行通款800 带签计收款800 这个分路简单 另外啊 这边还是把一万收入 把它改成 以前进度损计调整就可以了 这是原告我们这样做 那么这样的话 原告 以前进度损计调整 在代方余格有800 那么要接转的话 就把它放到借方接转 所以分路 借一千金的存款调整800 然后又按照10%的因公积 所以800% 80基本的因公积 剩余90% 就到利润分配 结束了 好了第二个 资产负债表日后 取得确凿证据 表明某项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日 发生了减值 或者需要调整 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 那就是 在资产负债表日的时候 我确认了减值了 但日后期间发现 当时确认的减值 是多了或者少了 那么现在我就要调整 对不对 看一提 奖公司2019年6月 销售给乙公司一批物资 货款200万 还增值税 那也说我应确认的 应收账款 是不是就是200啊 因为应收账款里面 是包含了货款和增值税的 乙公司于7月份 收到所购物资 并一验收入库 安含的规定 乙公司应于收到 所购物资后 三个月内付款 7月份收到的 那应该是789 最晚到9月份 你要付款 由于乙公司财务状况不佳 到2019年12月31日 仍未付款 到年末了 还不付 那很明显 假公司就是想一想 它是不是可能不给我钱了 然后我认为会不给我多少 我就把坏账这一部分 寄入到坏账准备就行了 然后假公司呢 于2009年 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 为该项应收账款 寄提坏账准备 10万元 它签我200 我认为会有10万不给我了 或者说会发生10万坏账 那我寄提了10万的坏账准备 这么个问题吧 这边呢 有个预期信用损失法 这是我们对于金融工具的 减值我们用的一个新的方法 不是按照实际发生的 来确认坏准备 而是按照预期可能发生的 来确认坏准备 这种方法呢 我们叫预期信用损失法 那么这样的话 2019年12月31日 我做什么账了 对假公司来说 是不是就写一个 借信用减值损失 再的事 坏账准备就可以了 好 继续看 2020年2月3日 收到人民反映通知 一公司已宣告破产 请算无力偿还所欠 部分货款 假公司预计可收回 应用账款60% 2月3日是属于 日后事项涵盖期间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属于 日后调整事项 另外 我原来估计多少 10万 10万应该是百分之几啊 10万应该是5% 对吧 原来我预计会有5% 现在呢 我预计可能收回来是60% 能收回60% 那就说 有40% 会发生坏账 原来我确认是10万 现在我要确认多少 200乘40% 是80 那这样的话 我要再补提70万的坏账准备 是不是可以了 好了 看答案 首先19年12月31日 既提坏账准备10万 戒性账准损失10万 然后坏账准备10万 然后到2月3日 我要补提坏账准备 补提多少 补提70 还有就是 涉及到损益的 把它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来替换 然后还有一步 别忘了 就是把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要转到未分配利润 和盐运攻击 好了 看答案 19年 12月31日 这个我就不写了 在这写过了 然后20年的2月3日 这样写 应补提的化准备 刚算过了 这不就是200乘以40% 再减10 怎么70 借性账准备损失710 再坏账准备710 就再补提70的方式准备 就可以了 只不过这个是损益类的 所以把它替换成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做完了 做完了吗 没有 这个东西 你是不能有余额的 我们还得把它转到 什么地方 未分配利润 和盐运攻击啊 它在借房 那几转时就在贷房 所以很明显是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然后借房 盐运攻击10% 是不是 利润翻倍 90% 就行了 第三 资产负债表日后 进一步确定了 确定了 资产负债表日前 售出资产的收入 企业在报告年度 以根据收入确认条件 确认资产消失辅 但资产负债表日后 获得关于该资产收入的 既不证据 如发生销退回 销责资产等 此时也要调整 财务报表 有关项目的金额 比如说 在资产负债表日 我确认100%收入 然后在日务期间退货了 这个退货肯定是 与资产负债表日 存在状况有关的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就得啊 做相关的账处处理 去调整 我们当时确认的收入 接算题 甲公司 2019年10月25日 销售一批A商品 给一公司 预计退货率为零 比如当时我预计啊 不会退货 取责收入240 不含三种税 那我应确认收入 是不是就240啊 并基本成本200 确认收入240 确认成本200 那就是这个240 进入到主营业务收入 这个200 进入到主营业务成本 19年12月30日 该笔货款尚未收到 甲公司未对该营充账款 记得还准备 2020年2月2日 又是在日后期间啊 由于产品账量问题 本批货物被全部退回 适用造成税率 13% 那现在就是 我当时确认收入了 现在退货了 那我就要把当时做的分路 给反冲回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反冲的时候 因为是在日后期间 所以实际上的损益 我都要用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来核算 第一 调整消失入 你想一想啊 原来确认收入是 我们分路怎么写的 借应收账款 代注明有收入 应交收费 增值税 西洋税额 那么这边呢 这个200次不含增值税的 增值税率13% 所以啊 以应收账款是多少 是不是200次 乘以1加13%啊 现在呢 我要把它冲回来 分路反过来 借注明业务收入 西洋税额 代应收账款 对吧 那么另外呢 主要收入损益 所以把它计划成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然后收入冲掉了 我还要冲掉成本 我当时 基本成本的分路怎么写的 借注明业务成本200 代库存商品200 现在要冲掉 那反过来 借库存商品200 代注明业务成本200 是不是 只不过因为是日后事项 所以呢 我要把 注明业务成本 换成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这就调完了 是不是 最后一步 就是把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余额 借方200次 代方200 所以余额 是在借方40 你忘了就直接画 经常货啊 借方200次 代方200 余额不就在借方40吗 那这样的话 余额在借方40 我们就从贷方 再转到 无位分配利润 和盐云公积 就可以了 所以带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借的是 盐云公积次 利润分配36 没有什么难度 对不对 那么另外注意啊 我们在收入那张 是不是也学过退货的事 还有印象吗 那个退货 他有没有用 1900存抄整 没有 他就是用主营业务收入 或者是 预计负债 这边主营业务成本 就主营业务成本 或者是 应收退货成本 是不是 他并没有用 1900存抄整 为什么 因为那个退货 当年内退货 他不是跨年了 并且在退货时间 他不是在日后期间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在日后期间 你退货了 那么你是要用 1900存抄整的 因为它适用于 日后事项 这个规定 如果不在日后期间退货 你就该是主营业务收入 就用主营业务收入 该是主营业务成本 就用主营业务成本就可以了 就把当时确认收入 基本成本的分路 反过来 不用改科目 明白了吗 所以这边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改成 1600存抄整 因为这个退货正好 发生在日后期间 所以我们才需要 把损益类替换成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如果这个退货 不是发生在日后期间 那么就不用把损益类 替换成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明白了吧 好 第四 资产负债表日后 发现了财务报表 舞弊或查错 其他短题 2019年1月2月3日 假公司发现 2018年 公司陋记一项 管理用公金贷债折救费 30万元 所谓税申报表中 也未扣除给产费用 也就是说 这个折救啊 没记 本来应该记这笔费用 但我没有记 那么看一下 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首先我们看看啊 你们前面 我们都没分析 它对利润怎么影响的 接着个题目 我们就把对利润 对这个微分利润 到底怎么影响的 我们来分析分析啊 首先 先分析 前期插座的影响数 第一步 少计折救费用30万 你费用少计了30万 所以最终 导致我们的净利润 是不是多了30万 是不是费用少了 利润比多了吗 当然这边呢 我注意啊 我们没有考虑所作税 如果考虑所作税 那这个30万就不对了 因为净利润 是税后的 应该是30万 乘以1减25% 这才是对净利润影响 因为不好是净的税 所以如果折救 少计了30万 那说明我们的净利润 就多计了30万 那么净利润多了30万 所以我们盐云空机 多了3万 10%吗 30万这10% 是不是 我们的未分利润 就多了90 27万 没问题吧 好了 看咱们处理 少计折救费用30万 那我们就补提30万 折救不就可以了吗 那我这边 我多提了盐云空机3万 那我就冲减掉盐云空机3万 这边多计了未分利润27万 那我就冲减掉 27万的未分利润就可以了 这个思路数非常简单 好了 看咱们做 第一 先补提折救 假设这个估计资产 是管理用的 就是管理用的 管理用估计资产 我们折救应该寄不到管理费用 那这个分路应该是 借管理费用 带累计折救 对吧 管理费用损益类的 所以换成 以前你的损益调整 那分路出来了 这边金额是30万 然后第二 1900存调整 再借房 那么基本上是 我们就要再贷房 所以贷的是 1900存调整 30万 然后借房应云空机3万 利润分配27万 那么刚刚我们说过了 补提30万折救 这边补了吧 再理解救30 不就增加30万折救吗 另外这边 我们要冲应云空机3 冲未分利润27 而这边 盈于公机利润分配 都属于所有权利的 在贷房增加 借房减少 你看你放着借房 不就是减少了3万 这个利润分配 在借房27 不就表示减少了27吗 是吧 就和我们前面分析的过程 是不是一样的了 好 下一题 2021年1月20 蒋公司发现 2020年6月15日 以奢购方式购入 并于当日 投入行政管理用的 一台设备 上不入账 该设备 购买价款600万 预计是用年限5年 经财值为0 它用年限平均法来救 该设备 初始入账金额 与基费一致 那这个大事 当时呢 我们在21年 1月20日 发现一台设备 是2020年买设备 当时买的时候 没有记账 那没有记账 它就没有提折旧 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也得分析一下 那么前期差错 它就影响了什么 那么第一就是 固定资产 是不是少记了600啊 没记账吗 账上没有这个固定资产 所以少记了这个600 另外呢 能用5年 年限平均法折旧 那么在2020年 我少提了多少折旧啊 注意 它是2020年6月份买的 从7月份开始折旧 所以2020年 其实是提了半年折旧 600除以5 这是120 每年120 再除以2 是60 所以2020年 是少提了60的折旧 是不是 那既然少提了60折旧 那我们再补提60的折旧就可以了 还有 因为你这边 少提了折旧 60 就是少提了费用60 所以导致利润增加了60 所以导致最后 我们的营运攻击 未分利润 是不是都增加了 那么现在增加了 我怎么处理啊 首先 估计资产少了 那我就再重新入账就可以了 再补做一个分路就可以了 然后少提了就了 我再补提了就 我既然多记了 营运攻击 未分利润了 那么这边呢 我再充减掉 营运攻击 未分利润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这一步 这个题目 我们需要做两步 第一步 先去调增估计资产 第二步 再补提值救 然后再把这一道的 1900存击调整的余额 找出来 把它转到营运攻击 和无微分利润 好了 看账户处理 第一 先把这代估计资产入账 借估计资产 6500 带1应付账款 6500 因为当时那是 收购的 没给钱 所以带方式 1应付账款 这个业务里面 有没有涉及损益啊 没有 没涉及到损益 所以就不涉及到 以钱就存击调整 那么涉及到别的科目 估计资产 一应付账款 涉及到什么科目 就调什么科目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 我要补提半年折旧 半年折旧 我算过了 是60 所以借管理费用60 带离只有60 而管理费用 是属于损益类的 所以把它替换成 以钱就存击调整 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改是改完了 然后 以钱就存击调整 余额在借房60 然后呢 用60乘以10% 就是营养公积 乘以90% 就是未分利润金额 这个题目就做完了 你会发现 日后调整实际 这四个大例子 难不难 不难 为什么不难 因为它本质上 还没有涉及到 所得税的问题 如果涉及所得税的 可能会稍微 有一点点的难 但是呢 毕竟是先修班 我们不给大家讲 那么复杂 但对于前面 我们所讲的那些难点 什么借款费用啊 还有金融资产 长投 合并 所得税 这些难度比较大的 一定要把我们先修班的课程 先听懂了 因为毕竟 我们先修班 并没有设计那么多的细节 所以整个人来说呢 先修班 难度还是适中的 那么如果听不懂的话 建议大家去听一听 去年2021年金奖班的相关的课程 就可以了 好了 在最后呢 再送给大家一句话 这句话呢 是毛主席说的啊 雄关漫道 真如体 而今脉步 从头月 不管你以前是考过 还是没考过 不管你啊 学过 还是没学过 我们都要把自己 当成一个零基础学员 从头开始学习 不要先存任何侥幸心 对吧 我们要听主席的话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了 各位学员 零基础学员班 到此为止 我们金奖班再见